Oh Canada Canada baby 我們的廣東話是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口音和用詞 英文也不例外 英國、美國、澳洲、紐西蘭、歐洲很多國家 菲律賓、新加坡 當然是不少 Canada baby 今次就跟大家說一些九成是加拿大人只會用的英文 Let's go Donald was pretty good, eh? Good to see you, eh? Man, that girl is pretty hot, eh? A? 一個比較多人知道的加拿大口音就是那個A字 佐治華 我餐飯挺好吃的 我跳得挺棒的 我看見你挺好 就是那個 但這個國家沒用 例如說美國人的話 就用我剛才說的例子 就應該會類似這樣的 Donald was pretty good, huh? That girl is pretty hot, right? 所以如果你聽到別人說英文的時候 在一個句子的尾裡聽到的A字 就九成都是加拿大人來的 或者是加拿大住國 洗手間 加拿大人會叫Washroom 對比美國呢,他們會叫Restroom Took 對了,就是Langm 美國人就會叫Beanie 或者Winter Hat 加拿大人會叫Took 我用我的誠懇擔保 這個是一個肯定認證到 加拿大人的英文字眼來的 Let's go to Timmy's, man! 加拿大就有一間很出名的咖啡店 叫做Tim Hortons 我們有時候就會簡稱Timmy's 就好像叫McDonald 會叫麥記 我的Timmy's 就說我一個經常叫的咖啡 Double Double 為什麼呢? 就是兩下糖、兩下奶的咖啡 就相等於你走到一些奶茶地方 是糖小冰 那些用法 Guys, let's go grab the 2-4 2-4 就是加拿大人說一箱啤酒的簡稱 一箱有24支 說起酒精類還有另一樣就是Mickey 一個Mickey就是一個細瓶裝的烈酒 薄薄的變身玻璃瓶 那麼高度 那個尺寸就叫Mickey 氣水 美國那邊怎麼叫呢? Soda 加拿大人就會叫POP POP 一元和兩元的叫法 Loonie and a Toonie 聽起Toonie這個字 就好懷念加拿大KFC的Promotion Toonie Tuesday 兩元星期二 Pencil Crayons Crayons這個字本身就是解納筆顏色筆 而沒有筆顏色筆 加拿大人就會說Pencil Crayons 美國人就會叫Colored Pencil 當然要說Canuck 就是加拿大人Canadian 基本上就是一個特別一點的眼清 就好像澳門的土生婆國人 會叫土生一樣 喜歡看我的影片 或者喜歡學另類的英文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Like my videos and share it Oh Canada baby Canada out Peace 尺寸